歡迎大家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一般情況下我都會為大家帶來不同遊戲的玩後感 但今個禮拜有一部經典大作的真人版正式上架 以往大家聽到真人版三個字,大家會說什麼? 慘遭真人化 但今次劇集出了之後,基本上外國都是普遍正面的反應 不如就在今次遊戲情報科 我簡單跟大家講講遊戲世界背景及吸引的位置 再講講我自己一次過煲八集的觀後感 如果你是第一次留意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禮拜三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發覺發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和大家看看過星期日遊戲界的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好,馬上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Fallout 這個名字我相信很多人都應該聽過 有玩過的朋友,如果你對核戰或墨石特別有愛的話 基本上都會對這遊戲非常鍾情 但如果你是因為普通遊戲潮流而買遊戲的話 很可能你會被舊世代遊戲玩法或鋪排到反過來走 老實說,大型的假想世界冒險遊戲 遊戲更建議大家玩二周目、三周目等等 作為免秒鐘都是淺的香港人來講 這遊戲對大家的時間成本未免又可能真的太大了 但亦都是因為這個世界夠大 遊戲中的角色亦普遍有著屬於自己的故事線 而不是簡單單單一個用完即器的NPC 這件事就令到很多喜歡挖掘遊戲深層故事的遊戲獵人們 對Fallout 世界情有獨鍾 Fallout 原本是一個末世的RPG 作品 去到第三集因為製作團隊改變 才變成一部第一身的生存冒險遊戲 故事就是講在假想的世界線裏面 人類的科技發展與我們不同 在不久的將來 人類因為資源耗盡而發動戰爭 國與國之間除了用士兵之外 核武器亦是另一個致命的打擊手段 在The Great War 開始之前 美國的避難所科技公司就看進了商機 為美國國民建造了一系列不同的避難所 去避免大家受核戰的影響 避難所有著不同的偏好 但大家進行遊戲時就會發現 這些所謂的避難所背後 每一個都會有著屬於自己的目標 甚至乎是一些封閉社會的實驗 而每一個避難所亦都設定在核戰後 不同的時間點重新打開 在這堆避難所生活的居民 手上都有一部Pit Boy 亦即是遊戲裏面的輔助裝置 裏面大家就會見到大家角色的狀態 地圖、目標等等 令大家可以更容易投入遊戲 遊戲另一個大特色 就是大家可以透過不同的終端機 了解到各地或不同的設施裏面他們本身的故事 這些故事很多時候就會收藏在他們的日誌裏面 有時候你亦都可以配合不同的NPC 或者支線故事等等 令到大家可以在這個世界大戰滅世後 世人都充滿著古怪殘忍的價值觀世界底下 再去了解不同人構成出來他們獨有的成長故事 世界裏面有著不同的勢力 有著不同的人物 有著大家各有的觀點和角度 但遊戲故事深入介紹方面 我相信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影片大家可以看到 不過可以說的就是每一集主角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有些是來自不同的避難所 有些可能是他們的後裔 在不同的故事線裏面大家亦都可以看到各自的立場和觀點 而這一個亦都是為何那麼多遊戲愛好者會進行二周目甚至乎三周目的原因 因為你可以在不同角色之間又或者對話的關係之間 透過你不同的選擇直接影響結局 基於你自己選擇的路線不同 你亦都會影響到你在遊戲裏面各自的體驗 而這一個位亦都會直接影響你會否喜歡這遊戲 甚至乎可以說是這部遊戲評價會兩極的原因之一 好了,我們輕輕講完為何這遊戲那麼吸引 一般來說我們見到真人劇3的字最大擔心是甚麼 就是導演又或者編劇到底是如何呈現這個龐大的遊戲世界觀 又或者就是在之前另一部改編的劇集 最後生玩者成功後 到底今次改編作品在相比之下 又能不能同樣為遊戲本身玩家以外的群眾做到一個很好的入門呢? 以下的部分可能會有少許那麼多劇透 好片都應該是頭兩三集的劇情 但如果你都擔心的話我就建議你先關掉影片 另外基於版權問題 今次影片主要都會用Trailer 和遊戲的影片為主 今次劇集就一次過有八集那麼多 最長就過半小時 最短的Cuttle Cut尾就半個小時左右 我印象中就差不多十多小時就看完 作為一個本身對遊戲未去到狂熱程度 但會對這個遊戲世界好奇 偶爾會找回一些相關故事或短片去看的玩家來說 我會覺得今次的劇集作品是一個非常好的故事入門 因為本身遊戲加上DLC有很多不同的故事線 今次劇集方面為了簡單可以令大家入到主題 在每一個大家需要了解的劇情內容 又或者背景又或者專有名詞附近 編劇都會在角色的對白又或者場景上做一個簡單的講解又或者帶入 令到你就算本身不了解遊戲故事又或者世界觀都好 都可以同樣感受到整個故事的走向 劇集用了多個角色的觀點和敘事 去為大家講這個故事 即是有機會在同一集故事中 透過不同的角色又或者觀點角度出發 利用他們的故事又或者身邊的環境 多角度讓大家快速補習 去了解到廢土又或者避難所兩個截然不同環境長大的情況下 這些人會對世界上有什麼觀點上的不同 對於一些本身對遊戲無了解 甚至對廢土這個字無概念的觀眾來說 劇集中用了很多不同的場景回放又或者回憶 令大家很簡單地明白角色的觀點和感受 例如其中一個角色Lucy 作為一個剛剛去到地面的避難所居民 大家可以感受到他的第一身反應 去了解到這個世界這個末世的殘忍 又別於我們平時打遊戲 又或者本身對著這些末世有一定的看法 知道廢土是一個無所不用奇極來生存的地方 主角一生都在避難所成長 所以他的想法價值觀都會非常之不同 甚至可以說他是非常天真 而故事描寫他的成長亦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跟最後生還者的改編劇不同 這套劇集不是每一集一個短的單元故事去呈現 頭幾集用了非常多筆墨去鋪排 又或者去堆砌幾條主要故事線的角色情節 所以在頭三兩集都有非常多的資訊給大家吸收和了解 這位置是好是壞就好看你當下看片的情況 如果是下班、坐車看的話 都應該有很大機會會錯失或遺留了某些故事或細節 又或者我直白地說 頭一兩集其實又不是十分精彩或刺激 但基於本身有很多故事線對答 而角色們亦有著自己的成長 當然你就不要期望在8集中講幾個角色 角色架構或成長會寫得多厲害 但劇集去到相對比較厚的部分 劇情節奏開始加快的時候 你亦會看得非常緊張 令到觀眾非常入神及慾緊 作為遊戲改編的故事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 劇集可否能夠重現到大家心目中的遊戲呢? 暫時在外國你會見到的評分是非常兩極 一邊會對著這部劇集非常熱愛 但同一時間你亦會見到另一班人給這部劇集零分 為甚麼呢? 因為今次劇集都加入了部分角色 又或者是部分陣型的解讀和新的歷史 例如以往大家見到Forge Boy 時 你會見到他樹起一隻大拇指 今次劇集亦為這個角色加入動作 以及一個新的故事背景和傳譯 校秀先生的聲音背後又有另一個故事 雖然這些東西又不是改很多又或者改動很大 但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而這些新加入世界的故事元素 有人喜歡亦有人不喜歡 但基於今次劇集是Bethesda 和 Amazon 負責 所以今次劇集中間都有些時間點 同非Bethesda 開發的 4-out 中 故事時間上有衝突 而這位置可以點拆就要看未來官方如何解讀又或者解話 作為總結 我自己作為一個會打機 但不是對這個遊戲世界非常狂熱的玩家來說 今次劇集在改編 無論是場景、角色 又或者是世界觀上他都做了很多不同的簡化 對於Hardcore 的玩家來說大家未必接受 但對於一些輕度的玩家來說 甚至是一些完全沒有接觸過遊戲的觀眾來說 今次劇集都可以說是非常簡單的讓大家觀望到廢土世界 裏面不同的特色 例如避難所裏面的夢幻世界 廢土之外、弱肉強色的世界 甚至是角色用到的武器、動力裝甲 還有背景音樂等等 令大家對這個假想未來有著無窮的好奇心 老實說這套劇未必像其他遊戲改編連續劇一樣 可以在大家看完後對遊戲完全改觀 甚至是看完劇後會覺得那個遊戲的世界觀是神作 但我自己會覺得這部劇集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入門 始終每一部4 out 玩爆 玩完的話 閒閒地都要五十一百個小時 要大家由零開始玩的話 避免是一個太大的時間投資 所以我會覺得另一個週末 用8集的劇集作為這個系列的入門 我又會覺得是一個普遍不錯的選擇 當然你首先要對廢堂的斷手斷腳、食緊 又或者是變異怪物、變種蟑螂 你頂得順才算 我就不敢說這套是一部十分的神劇 但作為遊戲改編的作品來說 我會覺得收貨有得 但亦可能因為這套劇集而喜歡這個世界 今集遊戲情報科就到此為止 感謝一直以來支持的每一位會員 因為有大家支持 我才有更多資源發展的節目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記得加入會員 每個月都是25元起 感謝大家幫忙令節目可以有更好的發揮 如果你在網上見到甚麼有趣的新聞都有PM 我是喜智閣 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拜拜